各位兩幾年 大家要上帖的表現 緊繞一件檔案 也受到外界動畫的評價 大家聽說下這禮拜確實放鬆的 先是四分之三 既然是港南主國 中央的維菜台三線的家鄉 有本重新的認識 兩塊土地 認識武漢人 和認識資格 希望透過故事 觀眾將對此外人意 有無共產的分享 下個天使台製作的全新推出 四分之三 用今年的態度和高校做表現 內容南主國維豆真面 資格的能力 故事離開家鄉 不過認識的八百故事 有在各種的國家 基本用來重新面對家鄉 國家認同資格的故事 大部分的演員都不願意 沒有接觸過客人 大家都看到外國維豆 在三萬個共享 我們中國Teresa 沒頭一拜挑戰從下個國 就是很榮幸地接到了 就是這首歌 就是適應的邀請 然後那時候想說 反正就是 反正我那麼 十二級的客語 我都想過來了 一首歌應該沒什麼吧 然後聽了 然後我聽完我就這樣 嘖 大家想說什麼 我說嗯 欸 我怎麼聽不太懂 就是因為我們在前面 老師會有給我們一些 筆記 或是他會錄音給我們聽 他會把一句台詞一句台詞 都錄給我們聽 那我們不管在睡覺啊 吃飯啊 上廁所啊 我甚至做夢都夢到 柯宇老師的聲音 我覺得好恐怖 十分之三日出現 主要在台山先鋒的演示 台中和苗里亞都提起了協 星期禮拜一 二 阿姆頭十點 會在客家天使台開始封鬆 觀眾在空氣的高層 沒嚴重到 浪漫台山先鋒 暗藏的風景 和廖家也都有採替的 學中文發 學科新聞 王英招 土資靈 特別報道